好 大家好 我是王一宇 我以前是外语学校毕业的 我本科也学的是外语专业 我现在呢是在芝加哥大学 学金融 金融 马上9月呢我要去 北京大学国际法学院读JD 就是法律博士 你也太优秀了嘛 而且呢 他在2018和2019的时候 就曾经蝉联了 CCTV希望之星 全国英语风采大赛 江苏省的冠军 而且在2019年还获得了 全国季军的好名次 我现在在那个节目 我现在做导师了 不做选手了 所以看得出来 你非常有语言天赋 跟刚刚走掉的那个刘正熙一样 那我觉得我可以 稍微跟大家说几句 这个语言有没有什么秘诀 我觉得首先就是 这个学外语大家都知道 可能你要想办法 能用一些技巧呢 能帮助你记住单词 这样每天吃饭的时候 都是学英语的过程 我会把这个大家非常熟悉的 餐巾纸上面写上 写满了我们这个单词 这擦嘴的瞬间 你看哦 又学到了一个新的单词 那妈呀 越擦越黑嘛 越擦越黑 我想说的第二句话呢 就是我们还需要加大输入量 就是大家如果 这个阅读速度能够加快了之后呢 就发现阅读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我可以说我自己的经历 平均每四五天 我可以看完一本原版的名著 Fiction或者Non-fiction 这样平均每一天呢 大概有超过4万字的阅读量 那我大概平均每两天可以看完一本 就最新一周的这种当代的期刊 那这样平均每天可以超过3万字 那这样每个月算下来那就是210万字 那如果再加上我平时做科研 读的这种学术文献 一年可以超过3000万字 我就觉得如果大家都这么干的话 输出早相 完全可以把外语学得非常好 这是一定的 你付出了多少努力 花费了多少时间 你的某一项就一定是你自己的那个特长 对呀 像我们平时接触外语最多的 可能就是看电视剧了 也是提升了一个方法了 但是我知道其实跟外国朋友 有说聊天的时候嘛 你就会发现他们有时候打的一些短信 你会有点看不懂 就那种缩写 就或者是离语对不对 那我觉得我们不妨今天呢 就来一个英文版的一战到底 我们把刚刚小敏姐说的这些 英文的缩写来考一考在座的大家 好 我们先来看第一题 好 第一个 这个经常看到 什么意思 搂搂抱抱 用英语说就是 是吵架和吵架对吧 完全正确 完全正确 这个我觉得大家可以平时 发微信的时候 可以试一试就发XOXO 屏幕上都会是轻吻的表情 真的吗 可以试一试 我试一下去 你看我的微信署名是 宇宙超级 你看XOXO 直接发 真的有 第二题 买翻 这个知道啊 哈哈哈哈 笑啊 超级 爱 非常 爱 再来看一三个吧 Gigi应该就是 超级 好玩 Gigi 哦 好玩 J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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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K不就是女孩子穿的叫JK裙吗 啊 裙子是吗 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的答案 JUSTI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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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下一个 WC 这个肯定知道了 哦 哦 人有三级 这个不应该是 嗯 嗯 RUN CHAT 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的答案 哦 哦 完全正确 完全 好 下一个 B3 维生素B 维生素B3 对 我 我知道了 哦 牛排三成熟 哈哈 哈哈 答案是 BLABLAB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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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以后我打给你 BLABLABLA 下一个 YOLO YOLO 你只活一次 啊 非常对 啊 一起活一次 哈哈 好 最后一个 WISS 来 来 这个我觉得要是今天 在场的六位 要是答不出来 我觉得就可以 就可以回家了 知道了 谁还在站 BL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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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蹭下 D 好 谢谢 很有意思 자기 以后大家打字 和外国朋友 可以多打掩野 这种符号 欢迎各位来到 WISS 哈哈 哈哈哈哈